美国其中选举将在11月举行 本次选举中国的相关议题受到选民的高度关心 根据搜寻引擎的数据 8月初中国名列全美搜寻主题的第三名 成为可能左右选民的议题之一 数据还显示热搜中国的前五个地区 都在众议院议长裴洛西的家乡加州 Axios分析说 裴洛西8月初访问台湾造成的影响 引起全美关注 中共过度反应为台军演的效应还在扩大 不止如此 从英国到澳洲 中共的威胁也成为政治和选举中的热门话题 英国两位首相候选人特拉斯和苏纳克 在上个月的电视辩论会上 各自显示谁对北京更加强硬 候选人之一也是现任英国外交大臣的特拉斯 谈到与盟友共同打造连接更深的自由网络 让民主国家更有效地对抗中共和俄罗斯 他还说将严格管制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等等 他也在裴洛西访台之后 批评中共包围台湾的军事演习 他表示北京的行为和言论越来越具侵略性 威胁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另一位候选人英国前财政大臣苏纳克则说 中共是英国最大的长期威胁 苏纳克已承诺关闭部分由中共资助的孔子学院 并领导一个打击中共网络威胁的国际联盟 帮助英国公司和大学对抗中共的间谍活动 此外澳洲智库罗伊研究所6月发布了一项调查发现 当地民众越来越关注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 有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 中共在未来20年内可能对澳洲构成军事威胁 这项数据比2018年提高了30%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林一综合报道